凭什么这个女人走两步赚的钱就等于你一辈子工作的收入啊 嘿 我是小船 你知道这部跑车吗 你知道它多少钱吗 它价值5.8亿 是不是觉得很贵 有些人可能感觉这是自己一辈子都买不到的东西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有一个模特他围着操场走一圈 赚的钱就可以换回这辆车 你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吗 那如果今天你看懂了这部影片 那你就能够看懂真正赚到大钱的人 他们获取财富的真正逻辑 跟普通人落差在哪里 建议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我会在最后跟你分析 我们普通人如何借鉴运用这些方法 实现白数起家 階級跨越 这个频道是跟你分享最前沿的网络赚钱的心得经验 帮助你透过网络创业提高收入 一步一步迈向自由的生活的 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点开旁边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这类的知识了 这一位呢就是全球顶尖超模 撒拉上帕约走一步价值45万美金 也就是等于1350万台币 所以呢他走两步的收入 大概就是普通人辛苦拼命赚钱一辈子的收入了 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凭什么 凭什么他走两步路就这么有价值 为什么厂商愿意花这么多价钱来请他来走路呢 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呢 那就表示你对这个世界创造金钱的规则太过理解浅薄了 无论你是否赞同 注意力都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值钱的东西 获得注意力的公司也会是最赚钱的公司 就例如你现在在看的YouTube平台 YouTube在22年市场价值已经高达7000亿美金了 但是这个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花钱充值过给这个公司 可是为什么这个公司这么值钱呢 为什么可以成为全球顶尖的公司呢 因为他们可以轻松的拿走你的时间 这个我们换一个通俗的说法 叫拿走你的注意力 因为你把时间花在他们那里了 这是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 你留住观众的注意力就等于钱 所以的顶尖超摩萨拉桑帕约 为什么他能够走一步45万美金 因为他们的每一次走秀 都能够带来大量的流量跟曝光 那比起这个冷冰冰的跑车 他其实更需要一个大的亮点 去互相衬托出车子和模特之间的架子 所以呢 模特走一步 不是只走一步 背后代表的是明确的商业运作 吸引了更多的目光 他的公司就更赚钱 这个呢就是一个商业界公认的赚钱规则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用的大平台 不管是IG、Facebook还是YouTube 他们都很清楚这个规则 所以才会不断的测试优化演算法 为的就是把你的注意力不断的留下来 那么这些平台是怎么拿走你的注意力赚钱的呢 就例如说 老粉都知道我养了一只猫叫蛋塔 所以说我自己平常就很爱看猫片 有一天呢 我就看到了一个宠物YouTuber 业佩推了一个猫粮 说这个猫粮能让猫不挑食的 我想都不想就下单了 因为我家蛋塔他真的是不吃猫粮把我丑死了 所以这是你发现的吗 就是你花时间在YouTube或者是说其他的平台上面 YouTube平台赚到钱了 厂商老板赚到钱了 网红自己赚到钱了 只是你没赚钱 甚至你还花钱了 这个世界上分两类人 一种人是会利用注意力来赚钱的人 另一种人就是不会利用注意力赚钱的人 说到这我再不得不提到美国娱乐圈第一家族卡戴山家族 这个就是我看过最会赚钱的家族了 这个家族有多厉害呢 全球IG总追踪数最多的账号前20名 卡戴山家族的5个姐妹花都在里面 甚至卡戴山家族的小妹凯莉 她一个人就拥有了3.66亿粉丝 排全球第三 听起来大家觉得他们来头不小 但其实他们的背景一开始也只是说来自于一个小康家庭而已 都是靠他们的妈妈一手打造整个家族的名气 才不到20年的时间让整个家族的总身价超过了20亿美金的 如果要讲完这个家族的赚钱史 那我觉得我可以拍三部影片来解说 可是今天的重点我是要跟你分析的是 他们5个姐妹花的妈妈克里斯卡戴山 究竟是怎么靠吸引大众的注意力 把整个家族捧成美国第一赚钱的第一家族的 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很早就领悟了注意力的赚钱能力 关于卡戴山的妈妈 在当时的美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杀妻案件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有一个律师现场就为一个嫌疑犯辩护 让这个嫌疑犯无罪释放 因为这件事情这位律师就名声大噪 也轰动了整个美国 卡戴山的妈妈克里斯也在这个时候和这个律师结婚了 这是克里斯第一次接触到庞大流量的威力 接下来顺势有意培养她三个女儿进体育圈 借由跟NBA球星的绯闻 甚至把她二女儿跟她的明星男友的性爱影片 故意的外流给媒体 我真的是太惊讶了 我就是心想到底哪有这样一个妈妈 会把自己女儿的性爱影片外流到网路上啊 但是这个妈妈克里斯她就这么做了 甚至藉由这次的性爱影片的风波 顺势推出了真人家庭的实境秀 简单来说这是美国版本的八点档乡土剧 然后把卡戴山家族的所有生活都搬到荧幕上 各种奢华生活的展现 姐妹打架 被人抢劫 姐夫出轨 反正通通都搬上荧幕 极尽所能的博眼球的内容 这个节目在美国每周就超过了 350万的一个收视强档 大家听起来好像这个过程没有很光明 但是他们吸引了注意力 实实在在的给他们赚钱了 趁着这个庞大的流量 他们又顺势的各自开了自己的公司 像是美妆公司 内衣品牌 手机游戏 牛仔裤品牌等等 最小的凯戴山小妹凯莉 她在2020年就以3.4亿美金 登上了福布斯全球最年轻亿万富翁的榜首 你这样听起来觉得卡戴山家族的成员 个个是不是都是赚钱能手 不过说到底他们本身 并不是说有什么特殊的专长 不会唱歌 也不会跳舞 只是因为他们比起其他人 更早更早地意识到了注意力的威力 就像我刚刚说的 在世界上分两种人 第一种是会利用注意力来赚钱的人 这种人只占所有人群的5%不到 而另一种人是不会利用注意力来赚钱的人 这种人占了95%以上 这世界就是5%的人 掌握另外95%人的时间 其实我讲上面卡戴山的案例 是想让你明白一个最底层的逻辑 那就是获取注意力是这个世界上面 成本最低 效益最高的赚钱方法 可能有一些人会反驳说 很多赚钱的行业赚钱的公司 他也没有天天把注意力挂在嘴边呢 只要有好的产品 还怕没有成交吗 我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女生应该都知道这个兰蔻的化妆品还蛮贵的 对吧 我就刚好昨天买了一袋 里面花了我4万日币 贵死了 以前呢 我在兰蔻兼职过 所以说很清楚 很多人呢 他不明白 这些化妆品贵的原因什么 你觉得他这些造价是贵吗 不是啊 他们兰蔻的产品半价卖给员工 他们公司还能够赚钱绰绰有余 所以呢 高端化妆品贵 是花大量的钱花在了行销上面了 就像是电视广告啊 机场广告啊 传单啊 海报啊 这些 就假设你买一台电视 这台电视的制造商也一定是有打广告的 而你下单买电视的钱的一部分 就是去 所以说所有的公司只要卖产品 其实也需要花钱做行销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注意力 那即便说你好 不投放广告不打广告 你开一个奶茶店 你开到闹市区 也是为了在人流量多的地方 尽量的被别人看到 才能够带来更大的销量嘛 你才会花这么多钱 租一个繁华区的店铺 其实也是为了注意力 这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重点来了 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个时代 获取注意力已经不是大公司的专利了 我们普通人有更大的优势 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注意力 我举个例子 现在我来到了北海道札幌 然后昨天我就跟我一个学员 也是YouTuber朋友 北海道女婿Jerry 终于碰面了 他原本是在北海道开旅游公司的 结果刚开就遭受了疫情冲击 客源一下子就没有了 听他说 当地的旅游公司也因为没有办法 获取到客户 这几年差不多就直接关门歇业了 但是Jerry却能在这么萧条的日子里面 做到了一年上亿日币的业绩 只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事 他开始拿起了一个GoPro 拍摄他北海道相关的一个生活 比如他的房子啊 优质的房产啊 北海道美食啊 日本文化等等 透过他在YouTube上面的分享 很快就吸引了一大群精准的用户 他们很爱来听Jerry的分享 还有这是他的亲身经历等等 即便到了此时此刻 日本的自由心还没有开放 但是已经有很多人 慕名先跟他买了很多北海道相关的土特产 他就顺势做起来的电商 我也相信等到日本旅游月恢复以后 也会有一群慕名而来的人 去报名他公司的北海道滑雪啊 骑行车啊 各种旅游项目的 他在传统媒体 像电视啊 报纸啊之类的行销预算是零 广告投放也是零 但他就是透过免费的分享 吸引同频的人的一个经典案例 你需要的其实就是一台能够拍摄的设备 还有就是开始分享的勇气 他的分享给他带来很多的注意力 而注意力就是金钱 也许你会想 我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呀 那怎么办呢 其实不仅仅是你自己啊 你身边的人的事情也可以做成内容啊 例如你身边有女生加给富二代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访问一下你的朋友 问问他哪里遇到富二代 富二代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这些也是很多大众都会好奇的问题啊 你可以把它拍成影片变成流量 哪怕例如说你家庭很普通 你有一个有钱的闺蜜 你是不是可以拍一部 女孩被富养和被穷养的差别 有人就这么做了 瞬间就获得了大量的流量 所以其实我们身边是有非常非常多 闪烁而过的闪光点的 只是你没有发现 但是都可以用来变成 吸引拥护目光注意力的选题的 而且呢很多时候你不开始做 你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很正常 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换了很多方向 我透过了不断的试错 积累分析数据 才找到了最适合我自己的分享主题 前面一开始也是没什么流量的 所以说如果你刚开始做 一开始也可能比较有挫折感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需要持续的去做 才可以持续的让新的人 有人不断的认识我 不断的去占用用户的时间 获得他们的注意力 所以说才可以运用这个YouTube频道 创造更多的收入 让我现在可以透过网路赚钱 然后存到足够的退休金的一个生活 来到了北海道这一旅居 所以呢这条路不简单 但我还是会建议你 试试看一下经营自己的自媒体 因为现在它真的是一个机会 个人获得注意力比大公司更有优势 因为个人它比起冷冰冰的公司 说得更有血有肉有共鸣 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吸引 不然你可以看一下 美妆卖的最疯狂的不是某个店铺 也不是某个购物中心 而是像李佳琪这样的一个个体 ok呢我今天讲的那种比较本质 也希望可以给到你一个帮助和启发 如果你觉得有启发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栏跟我分享哦 留言分享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想法的整理 帮助你更好的记住这个世界的一个赚钱规则 不过更重要的是什么 知道这个世界的规则逻辑 并不会实际的帮你赚到钱的 你还要真正的去take action去行动 利用你学到的赚钱和知识方法 来提高你的收入才行 所以呢当你拿起相机准备好 真的去分享的那一刻才算是踏出第一步 这才是你今天花时间看影片 看到这里学习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呢建议YouTube本身其实是不需要花钱的 只要用一部能拍影片的手机也可以开始 你完全可以试一下免费开始尝试 我也建议你用低成本的方式去try一try 也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频道的其他的免费的教学播放列表 那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教学的话呢 也可以去下面资讯栏的第一条链接 有一个70分钟的免费公开课 我会把我怎么开始做自己的频道 10周突破10万订阅 变现七位数美金的方法都在里面有在公开的 最后呢记得给影片点个赞 YouTube才会知道你喜欢这类知识 之后才会推送更多这方面的内容给你 让你的学习速度快过别人 还有follow我的IG 在那里有很多在YouTube公开的知识的 OK那我明天就要离开招房去 北海道环游旅居了 我们过几天在别的城市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